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武汉黄皮区政府被指当老赖 法院开百万罚单 那么更多的案件解读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今年4月 中国之声报道了武汉黄皮区政府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两次都办无果的新闻 2002年6月28号 经黄皮区政府授权 武汉市黄皮社口经济发展区管理委员会 和武汉市黄皮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那么约定协议出让400亩的居住用地 实行综合地价包干每亩8万 合计征地费是3200万 那么协议约定的是出让400亩土地 但是到2012年8年过后 政府只为这家公司办理了200多亩的土地和规划手续 那么双方就出现了工地纠纷 按照协议约定提请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 2015年12月武汉六建打赢了官司 但是却遭遇执行难 目前武汉市中院已经发出了三次督促旅行的通知书 最高法院也督办两次 武汉市委政法委也召开了专题会议 要求黄皮区政府尽快依法行政 但是黄皮区政府仍然没有履行生效裁定 记者调查发现这起不予执行的地块 是设计一块闲置16年的土地 这块建设用地大概是92亩 位于黄皮区日月山水小区内 因为常年堆满垃圾 多次被群众投诉 但是就是这样一块土地 黄皮区政府却迟迟不予履行生效裁定 黄皮区政府主管副区长丁朝辉称 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以后 区里第一时间开了专题会议 黄皮区委区政府是相当重视 书记区长都亲自参加了 那么区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和盘龙城开发区的主要负责人 都约见了六件公司的法人代表 那么双方也进行了坦诚和务实的交流 但是武汉六件法人代表吴续明表示 区里确实找他谈了话 但是是老生常谈 而且还给他做工作 希望他能到武汉仲裁委申请增加 或者是变更诉讼内容 但是都被吴续明回绝 吴续明说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而戏剧的是 武汉市中院做出罚款100万的决定 黄皮区政府不仅称没有收到 而且又将没有签收的罚款决定书 寄回了法院 武汉市中院执行实施处 执行法官徐东说 被申请执行人 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 法人代表曹家汉和区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曾找到法院执行局 为罚款的事情说情 那么湖北省委巡视组 已经介入此案的执行 2017年7月12号 武汉中院就将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 和其法人代表曹家汉 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那么武汉市中院表示 不排除刑拘曹家汉的可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起案件 法院是执行力度不够 还是执法的无奈 案件两年多无法执行 那么案件的癥结到底在哪 政府部门领导换件 或者是改名是否影响 对外承担义务和责任 那么就这相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 北京莱硕事事务所主任 李文谦律师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那么李律师呢也曾代理2014年 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之 廖民耀诉龙南县政府案 李律师您好 你好方宏 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李律师 应该说呢在很多我们民众的眼里啊 就是和政府打交道做生意呢 应该是比较可靠稳妥的 但是这个案件却让我们发现 政府部门不仅违约 甚至对生效的裁决都置若罔文 那么一位曾多年担任某市执行局的局长 就认为呢 最高法院亲自督办两次都无法执行的案件 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 那么您觉得像这个案件当中 到底是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 还是执法的无奈呢 是这样的 这个执行男这个问题啊 其实已经存在多年了 打赢了官司却难以执行到位 这位不少朋友戏称为盖着官印的白条 执行男呢 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本案中 到底是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 还是执行的无奈 其实我认为呢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会有 第一方面 法律赋予了法院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利 法院是否充分行使这项权利 直接影响到生效文书 能否得到妥善解决 对于社会而言呢 解决执行男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执行 来确保法律的严肃和权威 如果法院有执行的决心 客观公正严谨认真的将执行进行到底 其实老赖面呢 一个也逃不掉 在本案中呢 六建集团于2015年12月打赢了官司 法院呢 于2017年7月12日将盘龙城 经开局管理会和其法人代表曹家瀚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但是今日事情还是没有得到实际解决 法院的执行力度呢 也确实难免让人产生一定的怀疑 第二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亲自督办两次都无法执行 已经从侧面反映了法院的无奈 拜苏方赖账不还 不拿法院的判决当回事 胜苏方奈何不得 法院无可作为 由此产生的执行男问题 已经逐渐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毒瘤 没有任何背景的自然人老赖 都屡见不鲜 更狂论权力盘根挫杂的政府机关 虽然呢 我国法律规定法院行使权力 是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行政机关插手法院工作的现象 却仍然有发生 不然中被申请执行人 曹家瀚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和区法院的人 曾找到市中院执行局 为罚款的事情说情 最后还将罚款决定书 还给了市中院 无视法纪 为法院的执行呢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啊 市中院作为执行机关 却受到多方掣肘 工作上得考虑诸多方面 案件迟迟得不到解决 也的确存在无奈之处 俗话讲得好 反思方能纠错 正本方能清源 在我看来呢 本案能否得到解决 这需要多方反思和努力 行政机关需要加强法治学习 坚持依法行政 审判机关呢 需要改变机制弊端 强化执行力度 不能让执行停留在 隔靴烧奖的阶段 那么这个案件呢 两年多都没有办法执行 武汉市中院认为呢 这个案件的症结 是在于新冠不理旧账 政府部门领导换届 或者是改名 是否影响他对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呢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呢 行政诉讼的被告为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呢 被撤销 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 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没有继续行使 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呢 以其所属的人民政府为被告 由此可知呢 行政机关对外身份是一个法人 其领导呢 只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 政府部门领导换届或者改名 不影响对外承担义务和责任 新冠不理旧账呢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且恶劣的 有为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终止 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究其原因呢 有三点 第一个呢 是缺乏担当精神 不愿意处理错综复杂的糊涂账 第二个呢 我认为是他们的法律意识 过于淡薄 缺乏呢 契约的精神 第三个呢 就是官门位思想严重 将自己领导的政府部门呢 当做自己家的后花员 在位置上呢 没有做好摆证 铁打着政府流水的领导 在今年两会上呢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政府要信守承诺 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这就是诚信政府的承诺 这个拥记古话来说啊 这个子曰到千诚之国 静视而信 作为官员应当严肃 认真 精精业的对待工作 要讲求诚信 不欺与百姓 本案中呢 被这些人呢 应当及时 进行反思 在生活实践当中呢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 就是政府违约 甚至是违法的一些情况发生 那么如果遇到了 作为咱们当事方应该怎么办呢 遇到这个政府违约呢 有一句法律的谚语是这样讲的 法律保护作者 但是不保护躺在权力上 睡觉的人 遇到政府违约呢 我们必须及时采取法律措施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不能因为担心政府当老赖 而不去维权 否则呢 社会的只能是自己 当然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强调 政府应当注重契约精神 官员更应做好契约精神的表率 新冠上任 要结果上任的接力棒 为社会的持续谋篇布局 不能只想的创造自己的政绩 让政府为自己啊 这个背黑锅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法治政府啊 其实呢 也意味着你必须首先是一个 诚信的政府 那政府就首先要讲诚信 你不能够出尔反尔 已经签好的字 你也不能够变来变去 那么尤其是一些政策 那更不能朝令夕改 另外呢 我们理解的法治政府呢 也应该是依法行政 那么如果作为旅行 管理职能的这个政府部门 都无视法律 和法院的这个生效的裁决 那么怎么来执法 而且呢 你怎么能够让民众去守法 信法和服法呢 所以依法治国 应该首先是政府 做好法律的践行者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 北京来说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文谦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 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图文推送 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里面搜索个案说法 就可以找到我们加以关注了 您输入政府 政府就可以获得 今天节目的全部推送 另外呢 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也有对过去200多期节目 进行了分类 我们把它们分为了民事 形势 婚姻家庭 行政类案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进行查看 另外呢 里面也有我们嘉宾的详细介绍 如果您在生活工作生意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寻求解决 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直接添加15974827467的微信号 进行咨询 也可以直接电话咨询 为大家提供法律服务的 都是我们个案说法 邀请的节目嘉宾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资深和负责任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 对您有帮助 那支持我们的方式 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进行转发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